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 KX 看股 今天是7月13号 2023年 昨天美国这个 消费者价格指数 CPM number 跌 跌比预期更低 That's why market 我们看到 这个亚洲大反弹 马来西亚早上有反弹一下 不过下午还是 冲不上去 可能马来西亚因为有 其他原因 其他因素了 其中一个就是 选举 这个六周 选举了 所以有点影响 因为外资不会大量 进来 进来大量投资了 因为你知道 有其他的 这个党讲 要推翻现在的政府 你知道一直这样子 推翻政府 换政府换就有谁敢来投资 我们的contact跟你谈好了 换了政府完蛋 就谁敢来投资 可能有这个问题 不过 科技股在那边讲 美国通货膨胀 如果他的这个数据CPI 数据低 你看科技股 今天有几个科技股真的有不错的反弹 不算大反弹 至少有反弹 我们进去看看 我们看一看这个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报告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 OK 月份的 0.1他们意料会起到0.3 去到0.2 年份的 4.0 他们意料去到3.1 跌到3.0 他跌到0.2 这个算是好了 这个算是好了 这个呢 所以就带动昨天 美金就大跌 美金大跌 美股就还有 还能起 美股要继续起也不是太容易 因为他已经在一个高点 就是科技比较强 科技还带动还能起 其他的都不是太强了 因为已经是在一个高点 美联储也不喜欢美国 这个 这个经济太强了 因为太强了 如果太强的话 这个CPI 有可能会上回去 所以现在他们 OK 这个数据出来 为什么会起 这个股票会起 就是他们意料 美国本来 他们上次FOMC 这个美联储开会 他们可能会 会 起息两次 OK 起两次 OK 两次 现在呢 market 意料呢 应该只会起多一次 起多一次0.5 然后呢 market 就会 停止起息 然后等他 这个 CPI 跌到这个 通货本价跌回去2% 然后应该就开始降息了 所以 现在 OK 暂时 短期 看来是有这个动力 Malaysia 因为这个 政治 政治问题 政治这个 什么 担心这个政治 That's why 没有大量的反弹 我觉得 有点 有 有关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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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亚洲 你看到亚洲 全部大反弹 别人在我们 他们就是明天 OK OK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道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我们看国际先 OK 马股收在1396 OK 掉了1.83点 0.131% OK 所以到尾还是跌 早盘还有上一点 所以下午还是跌 OK 新加坡大占1.987% 香港大占2.596% 韩国 Trosby 占了0.641% Nike 日本也大占1.488% 中国 FTSC 也是 也不错 占1.869% XXE 也是 不错 1.262% XXXE 也是1.613% 然后上了1.613% 不错 AXX 澳洲也是上了1.558% 所以全部都不错 大量 蛮大量的反弹 台湾 DSEC也上了0.586% Nifty 印度上了0.180% OK 不错 澳洲压酒是蛮强 只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看来这个 增值的这个压力是有了 OK FUSI 英国有上了0.3% 找盘 Dex 德国也上了0.57% 看美国 Dow Jones 涨上了0.251% MYSE上了0.1717% S&P上了0.741% Nestate 上了1.150% 所以是这个 科技版比较强一点 科技 科技多的板块 科技多的指数 Groove Park 中油期货 3861 还是蛮强 Brand油 继续上 80.37% 原油上1.75% 金 1964 你看这个没有跌回去 应该是突破了的 所以它没有跌回去 应该是突破了 看来这个油还有机会 1964 因为它起 因为美金跌 美金多点send不了 那个CPI CPI跌 低于益期 那个 美币 美金就大跌了 所以市场转去 Risk On Risk 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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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er 24.43 也是起啊 赢啊 OK 美金对马币 4.58 所以美金 慢慢的跌下去了 昨天大跌了 Bitcoin 3533 没有什么东 也是在那边 以台方也是1882 OK 我们看看 先看 板块看一下情绪先 今天情绪57还不错 上升股37 上升股517 下跌股37 上升股上到500 是很不错了啦 OK 没有交易的是967 没有变的431 431 今天量也大一点点 2.93 2个Billion 收在1396 所以今天整个盘是 好像楼梯这样啦 上了一点点 然后午餐后又跳回下来了 所以集团也不是太积极着去玩的 OK 所以SIB有点跌了 所以SIB我们跌多一天啊 那个 自动引力应该会出卖的信号的了 如果你有自动引力你看 如果明天它继续跌 可能会出信号了 今天跌了68% 因为它新闻出了啦 有可能要开始跌了 还有红线 红线等下我们看一看 红线看一看 其他也没有什么 啊 没有什么啊 太强了 OK 我们看板块消费上了0.1 OK 全部是8%啊 工业掉了0.12 建筑上了0.67 科技上了1.2 就是要讲啦 科技你是看科技啦 科技影响力会比较大哦 其他的板块就没有这样大影响力 金融上了0.31 房产上了0.14 种植掉了0.01 REIT掉了0.39 能源掉了0.33 医疗掉了0.69 电讯掉了0.17 啊 运输掉了0.12 啊 Utility水电 gas 掉了0.1 OK 我们看图 KLCI KLCI 哦 有点像假突破哦 差一点点啊 今天收在1396 如果它跌回去 1396下面明天是红色 跌下来 可能是一个假突破就惨了啊 可能它会横爬或者继续跌 啊 今天是个 今天如果能站稳在1396上面OK 现在刚刚收在1396罢了啦 啊 明天看到一天才哪 啊 可能是假突破要小心 啊 看中盘 中盘OK 中盘已经突破这个阻力 所以现在它看来有一个小小空间 要上去这个 啊 13654 然后小盘 小盘也是啊 小盘有个双底 你看来它有机会去15542 我们看板块板块强的今天只有科技 啊 OK科技开始啊 差不多要做到这个头间了啊 如果它明天突破63.33 63.33 OK 它就做头间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来涨啊 OK 所以希望它能再去再率突破这个 啊 颈线啊 双头肩的颈线啊 头肩颈线突破了 它有机会 啊 63.33 看它能不能突破 那西方能突破了啊 能突破了有机会了 啊 科技股有机会啊 我们看一下 Facebook BMB啊 BMB5258 啊 BnB突破了 看来它蛮强的啊 它反弹的蛮快的啊 等下我们进去看看啊 Sabrina Core Bay Core Bay 等下晚上看一看 TB Low TB Low TB Low收钱了啊 Mama Seifu也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 老到这样多 OK 我们看看这个 这边 今天我有讲啊 这个Amy 跟这个BnB 你可以要 你可以 你可以进去看啊 要留意一下两个啊 OK 这个 大师涨了 我们的 股票 还 还是没涨 要等下啦 啊 大师 大师 大师产了这样久啊 现在你以为这样快一下子 就哇 全部可以上回去 大师你看啊 在这边罢了 他不是超强啊 啊 他才刚刚这边 调调调调 还下跌了 这样有来调调调调 现在才刚刚突破 刚有动力啊 你等多一下子啊 可能 可能还有 可能有机会了 还有 那个机会会来了啊 OK 如果你追高的全部 没有 你追高的没有起 就不要 没有的好讲啊 如果你买到全部便宜的 你买到好价值的 他会 应该有 会慢慢的涨了 给我们看中盘 中盘也是有突破 有机会 讲到哪里了 科技 哦 sorry 讲到Facebook OK Marvin Marvin很高兴啊 Alice加油 OK 加油啊 他打油啊 OK 看其他的 啊 BestStack 今天我有做BestStack 啊 有做个股啦 个股就是BestStack 你要进去看看啊 BestStack到很低很低了 了啊 OK 有可能到 有可能到底了 还没做出底了 不是现在啊 叫你进去看啊 OK 不是叫你现在 什么了啊 这个呢 因为他 他的债蛮多 所以你要小心啊 这个是这些公司 债是蛮高的 债很高啊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 他现在他公司被调查了啊 所以这个呢 这样的东西导致到 然后他 又开始亏钱 所以导致他的股跌到很低 哦 为什么呢 哎 啊 KX要去看呢 公司低 他开始亏钱了 然后他有这些问题 没有问题的股 那你会跌到 几千给你啊 快多钱的股 怎么会跌到几千给你 给你买呢啊 就是啊 如果他能回升的话 我跟你讲啦 Dine number 谁比较好风 如果 如果他不能 OK That's why你不可以一下 跳进去 你走去看视频 我有讲要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 老底有方法啦 不是关注眼镜 进去就跳进去啊 你要看到有模式 模式跟你讲 他已经开始回升了 你才进去嘛 不是 不是随便就 去捞啊 OK 看了先 这个他跌到很低哦 他能回升啊 你我 这些公司呢 回升呢 我不想30% 20% 5% 10% 我是看50-100%的 你要知道了啊 你要知道现在他是很惨 惨才可以买到豪股 豪股跌进场 他一直是赚大钱的 他就是赚钱了 但是他的业绩很好 突然间不好 啊 这几年 这两年他很伤 啊 过了 人要三岁了 我嘛 对嘛 没有你100年 你没有 你没有创过丁的嘛 现在还创丁了啊 可能 能不能回升 不知道 等模式 模式跟我们讲可以回升 我们可以开始 当他可以回升啊 这些不是3% 5% 10% 如果他能回升 他是做这个 啊 啊 啊 这个 大店的 大店的这个 啊 啊 叫什么了啊 啊 大店的这个 啊 叫什么了啊 Facility 啊 设备 设备 啊 想来讲 想来想去都想不到啊 哈哈哈 做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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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产电 这些什么啊 高电的设备啦 然后控制电的设备啦 然后这些啊 啊 再生能源啦 还有这个EV Charger 这些东西啦 所以他是 他有接线TNB啊 和外国这些 这些电厂 发电厂这些的工来做的 啊 这个啊 这这几年 你进去看啊 看了先啊 看你 不是讲现在可以 你看了先要留意啊 老底不是 哇 今天老明天就赚100% 老底要很有耐心 要长期要等啊 等久了 有机会 才可以啦 要等啊 要有耐心等啊 A-Asia 全部等过年 一年几年的啊 你要等 有耐心等 你的机会就高了 你要你要 你要老到这些好股了 这个类你等他了 有方式 等他 等他 啊 你的业绩好一点 然后 图那边有反弹模式啊 有几样东西要去看啊 你去看了 看了那个 看了那个 那个 看了那个 看到那个 啊 美金这个 啊 消费者价格指数跌了啦 ok 呃 他又被调查这个那个 所以说 不是要竞争 如果他那回神的话呢 哇 这个就好料了啊 ok 要要要要 要有风险 才有高回酬啦 没有风险 就低回酬 ok 啊 micro ring micro ring拿到 啊 2897万啊 28个million的赫月了啊 这个啊 我去看看啊 看看这个 micro ring micro ring micro ring还没有突破啊 他在这边啊 我讲这个 0.49 他也是蛮高销 所以他炒了一轮 现在他要冲上去是比较难啦 因为他已经 他已经 这些量已经丢完了啦 ok 这些大量啊 这些大 那些 庄家 很多量都丢了啦 所以现在 要上比较难 突破0.49 0.94 突破0.94 可能会回到来这个上次 搞1.12 啊 看这个0.94 下一个 啊 Elon Musk Elon Musk 又要开一个这个 AAI公司 叫做XAI ok Farmaniaga Farmaniaga 拿到这个赫月啊 政府这个 政府的赫月啊 SoFarmaniaga 我就讲啦 没有这样政府没有这样 这样容易给他 给他成的啦 Farmaniaga 与卫生部签订了 为期七年的医疗供应物流合同 哦 希望他能反弹啊 他已经跌到很低 OK 你看啊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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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一次 两次 还是今天你看量几大 23个million 啊 所以冲不破了啊 所以有很多啊 这些啊 有很多投资者 抓住很多股 一直在丢了 去到4毛就丢 4毛就丢了 OK 所以现在还是冲不破 他冲破了啊 他就有机会啊 继续上 他现在还是冲不破啊 等啦 没办法啦 等啦 他也没有跌破啊 证明还没完蛋 本来还没还没冲上去 OK 我们看 MIDF MIDF 他 他 他预测了 他预料了啊 这个下半年这个马 马 马币会强一点啊 会上到去4.2美金了 会跌到去4.2美金 OK 啊 跟美金 换美金啦 啊 美金换马币 sorry 美金换马币 会去到4.2了 现在是4.59了啊 OK KAB拿到这个project 这个发电的 用 三甲银行 获得首个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用这个steam啊 蒸汽啊 蒸汽发电的啊 OK 看一下KAB 1.54元量 平均10个million 9.8个million 不大 他这边慢慢的上了 不强了 他慢慢的上 他也没有跌破这个 这个啊 啊 支撑 啊 这个啊 啊 支撑 或者这个 止损啊 0.29 所以他还是慢慢上把它不抢啊 等啊 啊 SMTrack在找他其中一个这个 董事啊 林花达啊 啊 MB MB MBN啊 MBN 他的这个 overbought啊 overbought overbought over subscribe啊 三甲银行 三甲银行 获得首个 命本首发股超额认购30.77倍 很多人买啦 这个页尾上市应该是这个页尾啦 Honda WRV 终于 啊 什么了啦 终于今天开始销售了啦 ok so 他 他代替这个BRV啦 他是现在他应该是Direct 跟这个 Ativa 相比啦 他价钱贵一点 因为是Honda 他的X款的是89,900 E款的是95,900 B款的是99,900 然后啊 RX是107 ok 107.9 啊 so 看来还不错啦 这个啦 还蛮漂亮的啊 WRE ok 我们看动力股 首先还没有看动力股 记得点击点赞分享留言 要开户口 记得CJSanby Malaysia 其中最大的 交易平台啊 可以玩马骨 新加坡 香港 美股都可以 然后开户口更简单 下面有个链接 你按那个链接 有个手指啊 在description下面 指着CJSanby 你按那个链接 填一点点资料 我的朋友CJSanby remise 会call你啊 记得CJSanby是合法的啊 ok 合法平台送你有什么问题 不用紧啊 你可以去 啊 CJSanby找office找他 或者你可以有这个 去SC 或者去Busa ok 不因为他是 合法的啊 政府控制的啊 ok 如果你要玩 比特币那些 加密博币 上面有一个链接 LUNO啊 ok 你可以试这个LUNO 也是合法的啊 ok 不要忘记 跟我扎扎那个LINE啊 很重要啊 扎扎那个LINE 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记得跟我点阅按那个铃铛啊 不要忘记很重要啦 每次我做视频 你可以收到我的这个讯息啊 ok 呃 我希望他会这样子 我预料他冲到2.0 你看他冲到2.0 你看他冲到2.0 给他挡住了啊 我预料他会有一点点的回调 可能会去到1.84 再反弹 ok 再突破啊 这个是机会啊 把他很强 他这边做了一个 三角形啊 骑士 突破了 我看他就可能会去到2.16 你玩短期 可能你看2.26 今天庄家 庄家动力也来了啦 25%啊 ok 这红色动力 ok 所以我预料嘞 啊我嘞 我目标我这个呢 便秘我会 我会收久一点啊 我我我会看这个 银行目标能不能去啦 啊 银行目标能去嘞 有30 60%啊 560%啊 如果他 短期你要小心看这个2.26 就是他这个通道的顶 通道的顶 啊如果你玩短期 可能这边有10%啊 应该啦 有啊 有啊 整10%啊 这个啊 我是看长期的啊 没讲100% 可以 可以赚 没有8% 没有讲100% 可以去3块钱 3块2 哦 mibank 不过呢 啊至少我们有一个目标啦 有一个目标啊 去观察 ok ok 下一个 unisia mi hong seng ok 科技股啊 有几个比较强的就是今天 啊 unisame ok 5.79% 今天量1.69 million 平均7488 ok unisame啊突破了 ok unisame突破了 这边有一个双 啊这边有一个横盘 突破了呢 有有可能啊 因为他有个通道啊 有个通道啊 有几样东西啦 啊 有几样东西 有有几样东西是蛮 蛮 蛮怎么讲啦 是差不多一致的啦 就是1 哦 他有这个 哦 双底啊突破了 我量过他距离是来到这个3.9 这边 ok 然后上次这边又有一个 头小小有个啊 斜一点的头间 所以他的目标 也是差不多到这个3.9 啊 这个3.69到3.9 所以我觉得他目标呢 就好就是刚刚啊 这条七十线 这条通道的顶这边 这个位置 3.69 3.7 到3.9 左右啦 ok就是长期的啊 这个的目标 ok 这个板坛的目标 看来是ok啦 明天不要一个红蜡 跌回下来 红蜡跌回下来 就可能不好 就变成 变成了什么 假突破啊 希望明天他还能的 清蜡蜡来就ok的 他应该还要上了 还有一个就是 有人问QES啊 QES还没做成头间啊 刚刚要突破 头间 这个也是有机会 你小心看 他这几天继续红呢 继续清的话呢 现在他是有机会的啊 QES也是有机会啊 ok 他没有这样强 红色动力有来 今天量 啊 六个million 2.37到6.44 完了 ok的 啊 有机会 看一看这个 me me早上呢 啊 我看到这边啊 他刚刚反弹 因为他做了一个通道 他做了更高的更高的低 更高的高 我觉得他慢慢有机会上 1.61 1.76 1.91 今天装夹红色动力也来了啊 所以他刚刚 阿赛也突破50 这个是有机会了 嗯 鸿杏 OK 鸿杏呢 你要等长期 鸿杏虽然你看到他有11%哦 今天他的量 六个million 哇今天volume 突然间53个million 你看到他炒不起了啊 他还是在一个 他连一个 一个U型的还没做成 他还是在一个斜坡斜就下去 现在他正在想做一个底 啊 如果你要开始捞 你要开始长期捞 可能你可以老一点 上一点 慢慢捞下去了啊 你不要一下捞到完 可能他会跌破 可能还会跌啊 所以老一点看怎么样了 如果你怕 我觉得他很想做一个底 你看这边 这个底 8分 8分 撑了很久 啊 希望他们慢慢的上去啊 我觉得我呢 我会 如果我了啊 他必须要有突破了啊 就是 做更高的低 更高的高 也许可以开始老 长期啊 长期这个可能要等很久 因为他没有project来什么 没有 他是 他是要等很久才能上去啊 因为你看 你看这个弯就知道了啊 这个弯 这个弯要等很久了 啊 冲上去啊 可能要等几年 2024 2025 你长期你要等啊 这个是有机会 不想没有机会了啊 你要等啊 等他开始做一成一身的高 他可能就要慢慢的回升 这个也是 如果他能回升的话呢 他的空间是超大的啊 超大你看 但是我们一捞就几十巴仙 一捞就几十巴仙 一波一波 我们捞过几次吗 记得吗 我们追这边吗 记得吗 最高这一个我没有追到吗 跟你讲吗 最高这一个没有追到吗 我追到啊 这边跟这个这两个我追到吗 这个我没有追到吗 啊 你记得吗 红盛 所以我们有追过的以前 蛮收下的啊 啊 u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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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个 886个千 啊 886千 平均 今天volume 3.8个million so 看来他真的要去这个4.31 也许这些5.0都有机会啊 慢慢的看啊 ok 他是突破了的啊 突破了 bjbumi okbjbumi 昨天蛮强 但今天有一个不好的 blad走出来 啊 你要小心啊 bjbumi 你要小心啊 我跟你讲 ok今天2.7 量有啊 6 18个million 啊 平均是6.6 啊 今天啊你看啊 他一到我们的话 的目标就卖下来了啊 我跟你讲 我昨天有跟你讲了的啊 这个有很高风筝 有有高风筝 为什么 因为可能这些 庄家 在这边还没丢完后的 他们一丢的太快了 然后他们可能要炒高一点 他们再丢过啊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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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没有丢完 ok 现在很快的去到1.2 一个珍珠 所以一个珍珠 明天是红色出来 你要小心 证明他是 珍珠跟一个确认 确认的蜡烛 然后证明是confirmation 他应该要继续跌 如果明天他还能有青蜡烛来 ok 如果红蜡烛 你要小心 这个已经跟你讲 珍珠已经跟你讲 已经开始大卖了 开始大卖 你要知道了 Henicum 你的庄家 你看上次他丢掉这样快啊 这次如果他又要丢啊 可能他还有很多货啊 他又要丢丢的很够 Henicum 有点高了我不追了 Henicum 这几个目标到了 可能还可以去通道顶啊 还可以去通道顶 你看他有几多 10多巴仙啊 如果突破27也许还可以 27.56 如果没有 还可以去230块 如果呢 没有突破呢 暂时你等一下看 因为他已经跌破了这个通道 那边这个你要小心等一下 可能年尾他会回来了啊 可能他跌低一点年尾 你知道他年尾很多 通常很多 吃喝玩乐很多啦 所以他的这个 酒可能会起啦 我希望他跌下来一天啊 这样搞没有什么 星期去嘴的啦 ok 没有什么点音啊 不要忘记点一点 分享留言啊 ok Zoom Class 中文 星期六 英文 星期天 ok 10点半啊 ok 要参与WhatsApp 记得WhatsApp 我018-392-3069 我会给那个链 那个链接你啊 还有啊 记得要参与自动unit课程 在哪 明天见拜拜